好 要來分享 實在有麻糬 真是 我問你喔 身為台中人 我們會不會常常有朋友問你說 來台中到底要吃什麼玩什麼 會 而且我很多的朋友 他們都安排了很大的行程 然後跑到台中口廟一大堆的 可是重點是他們就想要說 他們要住在哪裡 這還是重點 說到這個 我每次都會推薦他們 住到火車站附近的飯店 不僅交通便利 而且環境非常的乾淨 而且還有意識要領 對 同一家 所以我們馬上就請他們 副理Kiki來幫我們做更詳細的介紹 歡迎Kiki 好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的飯店嗎 可以啊 那我們的飯店是成型改裝的 然後地理位置相當的好 然後隔壁就是近鄰的火車站 跟客運的酒站 然後我們跟老子別 就是交通不斷的便利 那也享有非常安心的舒適空間 那你馬上到我們進去參觀一下 你們的飯店吧 我們裡面出去 好 走 好 Kiki 那你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間房型 好 這是我們的溫馨套房 就是以膠囊房的感覺去做設計的 然後後面的補補風 去呈現這個活力的空間 對 這一間進來就有那種很精緻很溫暖很可愛的那種感覺 對 而且我們一進來啊 就看到裡面的衛浴 它的顏色 根本就像是海洋的感覺了 而且其實因為我發現你們整個那個房間內部那種顏色是比較溫暖的暖色調 可是因為你們的溫馨很不錯 你們用的是藍色 所以看起來就會覺得整個空間又更大了 對 用藍色跟鼓鼓風去做強調 對 那我想要再問一下Kiki 你們有沒有其他的房型也可以讓我們去看一下 可以可以的我們去看另外的房型這樣子 好 好 Kiki 這間房間跟我們剛剛看的那種感覺就很不一樣 對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間房型 那其實我們全館有六種房型 那每一種房型都適合不同的客人 對 那這個是我們的好華套房 然後是用簡單的線條跟明亮的感覺去讓 你知道讓客人有家的安定跟舒適的感覺 因為這一間其實一進來就感覺那個空間又更舒適 對 而且很明亮 對 很明亮 很舒服 然後走的那種有種比較極見的感覺 對 是 那我比較好奇是你們飯店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其他公共設施 有 像一般的住宿的旅客 都可以享有我們的健身房 商務中心 洗衣室 那我們還有會議室 喔 其實還滿多的耶 對啊 很適合一些就是喜歡運動 然後順便就是下來辦公 對 不管是商務旅客 或是一般的就是可能來玩的都很適合 而且都很浪費 所以其實可以就是健身運動一下 那我好奇你們這邊有吃的嗎 有 我們二樓市對外營業的義式餐廳 對 料理很棒 講到很棒的料理還端上網 那我去看一下 好 走 這家餐廳跟我想得很不一樣耶 很少看到就是商務旅館的餐廳 這個這麼厲害 這整個都是那種義法料理 對 而且看起來滿高級的感覺 所以我們馬上就請到我們經理佩根 來幫我們好好介紹一下 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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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歡迎兩位的莉莉 那首先我想提醒你們來品嘗我們這一道 這一道大家看起來非常的色彩鮮豔 對 尤其我們最重點是多種的海鮮 搭配我們的松露 還有搭配松露 是 這一道是非常特別的重點就是在松露 所以你們可以來品嘗一下 這一道叫什麼名字 這個是松露海鮮義大利麵 松露海鮮麵 然後為了不要讓這個麵體本身的 這個口味影響到松露 所以我們特別搭配了白醬 而且你們光是海鮮的用料 就非常的豐盛 是 好香喔 重點就是要讓它所有的湯汁 吸收到裡面 它麵體的本身才會入味道 好香喔 怎樣 好香 白醬的那個奶香味非常的濃郁 然後因為那個白醬裹起來 所以你吃進去的時候 整個那種奶氣充滿嘴巴 然後它多了一個松露 有多了一種不一樣的那種味道 就是多了一個更有層次的味道 對 層次 就好好吃 好 接下來要介紹我們德國豬腳 這一道是非常費時費工的 師傅就要用很多的香料 先烹煮過 再來的話 烹煮過之後 當客人order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做 先做浴烤 一烤就大概要烤個15分鐘 烤完之後還要再煎過 所以讓它的皮充滿的脆感 你看外面的皮啊 炸得很酥脆 對 然後它裡面的肉 是很軟嫩的感覺 好… 其實你們這裡種類非常多 那可能可以再幫我們 簡單介紹一下 桌面上其他的菜色 首先我們來介紹這一道 是我們的鮭魚料理 那一般坊間鮭魚都是搭配剖菜 我們很特別是搭配青醬 再來這一道也是經典的 這個是墨油麵 墨油麵 對 而且我們搭配的都是蛤蜊 當然焗烤類是我們早上聊天 這個 這是以牛肉為基地的焗烤 對 它的香氣非常濃厚 吃的時候還會彈熄 所以所有來台中的朋友 不管你們是來逛商務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來玩 你們可以住在這個 鄰近台中火車站 而且他們的房間 感覺起來就是很溫馨很舒適 很像家裡的感覺 而且還可以吃到 這麼多的義式料理 真的 身為台中人 我們都非常推薦這間飯店 好 那我們謝謝我們的佩奇經理 謝謝